嗨,心灵好的同学们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为大家分享两个词语 第一个词语叫做反面,它的英文意思是opposite,反面 好,我们来看两个例句吧 它在照片的反面写下了公寓的电话号码 在照片的反面写下了公寓的电话号码 我们看第二个例句 影片中它常常扮演反面角色 现实生活中它可是个正直善良的人 那这里的反面角色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个坏人 是一个坏的角色 好,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词语 我们看第二个叫做反思 它的英文意思是reflect 它的中文意思就是反过来思考 好,我们来看两个例句吧 不要一直对他人不满,应该学会反思自己 也就是当我们跟别人有出现问题矛盾的时候 要反过来想一想是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呢 反思 好,我们看第二个例句 人类应该反思对大自然造成的破坏与伤害 那么这里我们作为人类应该反过来想一想 反思一下 我们对大自然做了哪些破坏与伤害的行为呢 好,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两个词语 我们下次再见吧